福桥案继续发酵再报大瓜 审判长被人举报冒名顶替上大学 这下要遭报应了 万万没想到 黄德义案件发展越来越魔幻了 审判长李逵便离鬼 网友惊呼 怪不得连个案子都判不明白 7月9日 拆除福桥一家18口被判刑案件的审判长孙力 被人实名举报冒用他人姓名上大学 他本人真实名字叫做曹国军 高考失利后就冒用了人家孙力的名字 上了呼蒙警校 毕业后在造纸厂工作了一段时间后 就以到法院帮忙为友 干起了保卫和轻杂工 后来不知什么原因 这个冒名的孙力竟然当上了法官 这才是最吓人的 但假的就是假的 总会露出马脚 2019年的时候 举报人的女儿被孙审判官 以聚众斗殴和寻衅滋事罪判处有期徒刑7年 举报人认为判罚不合理 便坚持上诉 结果发现这个孙力不对劲 这一查不要紧 居然查出他是假冒的 之后便进行了实名举报 这个孙力被撤销审判长的职务 并给予了党内严重警告 但他本人依旧在法院工作 而黄德义案件一审也是他审判的 同样是寻衅滋事罪 把人家一家18口全给判刑了 就这样的人居然能当审判长 不少网友呼吁要将这个孙力开除 并一查到底 还原事情的真相 只能说冒名顶替得到的东西 终究要加倍还回去 只是可惜了孙力 好好的锦绣前程就这么被毁了 同时被毁掉的 还有像黄德义这样的案件当事人 另外 据当地村民透露 黄德义在建福桥之前 逃而合就淹死过十几名村民 后来桥被拆除后 又淹死了十几人 希望当地有关部门 赶快将建桥计划提上日程 改善当地村民的出行环境 那么大家对这件事怎么看呢 评论区踊跃留言 我们下期再见